好 在韓國的驚悚電影 在台灣這個破目 已經破了3000萬台幣了 據說裡面有一個很神秘的 敲鐵裝的橋段 也引發了熱夜討論 日本據說在過去 佔領朝鮮半島的時候 曾經在白頭山 雪月山 跟智藝山等風水堡地 還真的埋了很多根的鐵裝 據說雪偉哥 台灣也有這種鐵裝的文化 這個鐵裝照理來講 是一個很要求的那個黑巫術 說真的 它這個在有些龍脈上面 你如果盯上這些鐵裝 或者鐵釘的話 這個都斷麥釘 這很嚴重 對 就是你本來有個龍脈 有個好的脈對不對 我今天就把你這個脈 整個斷掉 斬龍這樣 所以這個電影 那個破目裡面有沒有 它就告訴你說 以前日本在佔領朝鮮半島的時候 它就在各地的那個風水堡地 就釘下這些鐵裝 對不對 因為那個裝要很大小的 不是像普通的釘 普通釘是遇到人家一般的那種目的 訂龍脈就是那種大隻的 鐵裝 木裝這樣 所以它訂了之後 其實台灣之前 日本在台灣統治的時候有沒有 殖民的時候有沒有 說真的 也有類似的行為 是文化 對 因為那時候 我們不是在那個玉山上面 還有台灣的那個日月潭的 地理中心那個地方 也找到了那個什麼 那個墓碑 那個墓碼 也是在鐵裝訂了很大的一根有沒有 甚至是什麼鬼頭刀之類的 全部埋在那個地方 所以從1985年開始 朝鮮半島就開始 把以前他們歷史找得到的資料 全部翻出來之後 果然在朝鮮半島各地 拔除了300多根的鐵裝 還真的有 真的有 電影當中它真的有在 按這個鐵裝 而且那個300多根 到底還有幾根 他們今天都搞不清楚對不對 所以人家講說 為什麼後來南北韓會分治有沒有 變成分開變成兩北韓 而且你知道嗎 南韓更誇張 他們有所謂的青瓦台詛咒有沒有 對 就是那個所有的總統不得善終 對不對 不僅說入獄 甚至什麼自殺 什麼東西都有對不對 所以那個日本人 他很習慣 在那個殖民的地方 或統治的地方 就希望用這種方式 包括台灣的很多好風水 他都用蓋了一個神社有沒有 像我們那個圓山飯店 我們一直以前講過 圓山飯店就是台灣的龍脈所在 對 龍抬頭的所在對不對 對 頂頭的最大間的台灣神社 台灣神宮 對 蓋在那個地方 這個就是一個鎮壓的關係 那我們再講回來好了 以前在韓國 曾經有發生過一個離奇事件 就是某個村子 海岸的一個村子有沒有 他的村長有沒有 連續晚上都做夢 做一個同一個夢你知道 已故的那個父親有沒有 來討夢 他現在整個圓山壁堂 很辛苦對不對 到底有什麼事情 他也不知道 那為什麼每天都跑來給他託夢 對不對 他知道一定有出事 所以他去墓裡面去看了一下 去巡視了一下 他的墓上面有沒有 就墓碑上 竟然被釘了一個150公分的鐵樁 你知道嗎 這詛咒嗎 對 那台灣之前前幾年 也曾經在墓碑 中南部有很多那個墓碑上面 被人家聽到鐵釘 那個什麼 那個類似斷賣釘 可是這個鐵釘釘木的話 到底是有什麼用意 他主要是對你的男丁出問題 家中男丁 對 男丁出問題 你如果沒生小孩 你就生不出事 你如果有小孩 要釘下去 這個男丁可能也不孕 針對兒子就對了 對 而且他只要都是 針對男丁就對了 這個男丁的問題就很大 就是讓你什麼 斷子絕孫 很嚴重 對 所以我就說 這是很優秀的一個黑污術 那可是前幾天 上個禮拜還傳出來說 中國有個男子有沒有 這個消息 這個新聞是很多 很久以前的 兩三年前的對不對 那可是其實人才傳出來 為什麼 他都講說他之前 就是連續好幾天 遇到他的王妻託夢 你知道嗎 他跟那個老婆 是人家介紹的嗎 因為他經商有成 回到故鄉之後 娶了臨村的女生 對不對 生了一個兒子 那可是生了兒子之後 他老婆身體就開始不好 後來去檢查 果然不幸離了癌症 癌症之後也沒多久都過世了 他為了那種這個老婆 生前不好照顧 算好就把你弄一個風水寶地 也沒有用火葬 就直接就是墓葬 對不對 下去之後你知道嗎 那個土葬之後 他就不對 他也是感覺到 剛剛那個故事一模一樣 每天叫他墓來託墓 說也是什麼哪裡不舒服 對 而且很多事情 其實那個頻繁託墓 後來他就請人家來 一開關之後 一開關之後發現 他老婆大體不見 怎麼可能 對 才埋下去沒有幾個月 老婆雖然不亦而非 他還以為他老婆活了對不對 對 不對 後來就才知道說 其實在中國大陸 很多地方 尤其是鄉下地方 還存在了一個冥婚的觀念 而且他們冥婚不是說 神祖牌冥婚 他是直接真的把那個人的 那個大體倒回去冥婚 會不會有點可怕 就是合葬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風俗習慣到現在 在中國大陸還有這種 不好的風俗習慣 這個他老婆就是被人家倒走 對不對 後來報警處理 果然查查查之後 抓到這個盜墓集團 真的印證他們講的 就是把他老婆的大體 帶去冥婚這樣 再把他要回來之後 你知道嗎 經過這一番折騰之後 真的他也不知道 這個男的心痛不已 好 我們講到說盜墓冥婚對不對 以前通常盜墓是嗎 盜財富 黃金 金銀珠寶 尤其以前春秋戰國時代以後 以前那個華人 在春秋戰國時代以後 就開始那個 那個什麼 培葬品 真的是滿滿滿坑滿股 所以他生前最喜歡的東西 金銀珠寶什麼 他那時候是覺得說 人死後另外一個世界有沒有 跟我們現在活的世界 是一模一樣 他也希望有很多錢 最好能夠讓他活一輩子 活到老婆那一直活下去就對 所以金銀珠寶就準備了很多 所以那個時候很多金銀珠寶的時候 大家本來也是相安無事 到了三國時期就變了 因為那個三國時期大家也知道 天下大亂對不對 很多兵家就開始增天下 那時候軍費 要錢 那個時候大家說實在 也沒有人敢去動到那個墳墓 死人的錢財 那個叫解死人財 那個是要受陰間審判的 所以這個可是出了一個人 真的很奇葩 那個人叫曹操 曹操就覺得說 我現在打天下 我又沒有像人家那個元少 他們家大業大對不對 我是曹莽出身 所以我怎麼辦 我這個軍費要用錢 所以他就想到說 那我去來盜墓好了 而且更誇張的是 他為了要讓盜墓合理化 竟然還把它設為一個官位 你知道 發秋中郎將跟摩金教位 有沒有 我們以前是不是聽過這個故事對不對 對 所以他就開始 什麼 開始破關 那個時候就講說 超別入檔 發梁孝文種 對不對 破關 收金寶數萬金 你看 就進到人家的那個墓裡面 收金寶數萬金 你知道嗎 他發了這個墓有沒有 挖了這個墓有沒有 是 最肥的意思就是這個 梁孝王的那個種有沒有 的墓 竟然拿了這個墓墓的財物對不對 竟然養活他的軍隊養了三年 哇 那個財寶 你就知道他是財寶多少就好了 對 所以你看 曹操竟然為了要 挖人家的墓 對 竟然還專業訓練 所以那個摩金教會說真的 後來不是有很多影集叫 鬼吹燈有沒有 對 但是就留下了 演的就是這個 對 因為鬼吹燈要幹嘛 你知道嗎 他就是你 到了墓裡面 要在東南角的地方 放一盞油燈 人點燈 鬼吹燈 連點灼 鬼吹燈 就跟你說我點了這個灼了 如果這個一熄滅的話 就表示這個裡面的英魂 不答應 趕快走 那後來你要科學驗證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點了這個燈之後 如果裡面的空氣 因為都在身體底下 空氣 氧氣不足的話 它就不會再燒了 不會燒之後我要趕快走 不走的話 沒有氧氣 就缺氧在裡面 好啦 那我說盜墓 你這樣我覺得盜墓 就是中國歷史上 有很多變態的人 專門搞盜墓 剛才講是曹操 曹操是為了要君祥 對不對 那這個就 這個叫做劉去 劉去是誰 漢景帝的曾孫 有錢人幹嘛盜墓 廣川王 對啊 對不對 那這麼好鞋 王爺你知道嗎 是啊 他也不缺錢用 也不幹什麼 他盜墓 是因為他有一個癖好 什麼癖好 叫癖好 叫做盜墓 很奇怪 對不對 他覺得盜墓很刺激 進去之後不知道什麼機關 我都不知道 進去試看看這樣 不過說真的 他也不是第一個進去盜墓 他是叫阿兵哥 手下先去嘛 所以有什麼好刺激的對不對 那可是他刺激刺激在後面 這個墓被盜了之後對不對 對 他也不要金銀珠寶 也不要什麼東西 他只要兩樣東西 什麼東西 這還有什麼東西 一個就是遺體 一個就是金銀珠寶 對啊 兩個沒有 還有的人陪葬是用美酒 你知道嗎 他如果挖到美酒的話 也很懷疑 他竟然要坐在那個地方 跟裡面的那個王者有沒有 喝上兩杯 有一點害怕 對啊 真的有點變態對不對 那另外如果是挖到的是女生的話 那更扯 他還要陪這個女生睡上一覺 所以你說他是不是心理變態 有一點 什麼有一點 很嚴重好不好 因為竟然喝人家死人的酒 還要陪人家睡上一覺 這個是很誇張對不對 奇葩的癖 所以他可是他 我說什麼 夜路走多了真的會碰到鬼 是 他有一次在到那個什麼 那個衛王 那個鐵渠的墓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誇張 他進去之後 我甚至有時候他也人也很膽小 進去這個墓裡面石船 它就一個石床對不對 裡面還有一個石屏風 所有的全部什麼都沒有 可是床上竟然躺著兩具屍體 一男一女 而且全身都沒有蓋被子 也沒有穿衣服 他一進去看到 兩個刺條條人躺在那邊對不對 對 而且這個人的皮膚顏色 跟活人一樣你知道嗎 沒有腐敗 對 他就覺得說是見鬼對不對 對 就竟然買下去都已經多久了 竟然還長這個樣子 他真的不行 後來他就是到了一個叫做 鑾書的墓有沒有 是 這一次也是很誇張 他鑾書的墓 他到的時候什麼都沒有對不對 只有那個遺體或什麼 可是那個時候竟然 看到一隻白色狐狸 在墓裡面一隻白色狐狸 還外條條你知道嗎 一堆人就是追這個白色狐狸 那追不到的時候 就開始拿棍子 武器開始丟對不對 攻擊他 不小心竟然把這個狐狸的 右腳給打傷了你知道嗎 左腳打傷了對不對 後來你知道 那一天這個流去 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男的你知道 病法沒忙都是白的一個男的有沒有 竟然拿那個杖 在他床前就敲敲敲 就跟他講說 何故傷無腳 對不對 後來火大就那個杖敲了床之後 把他叫醒說 你傷我的腳幹嘛 後來再拿那個打他一下腳之後 隔天起來之後 流去竟然腳就開始受傷了 而且那個受傷還長瘡 還發濃這樣 後來一直到死的時候 他那一張腳受傷都依不好 所以這樣看起來 其實整個盜墓 還是有他的這個詛咒在裡頭 盡量 盡量去打擾王主的安寧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武器失誤王 真相不漏網